12年前评一首歌转一亿多你可能不认识他 但这歌你肯定听过谈及徐玉腾大家 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印象其实不是的 他的歌肯定你早有耳闻 只是他也是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歌手 他出了已经很多年了 也有很多筷智人口的作品 甚至到现在还有歌曲被网友们传唱着 徐玉腾可以说是出生在手艺世家 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做手艺工的徐玉腾 从小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他的舅舅就是从事做乐器的 他希望能自己做出一架钢琴 来拴住徐玉腾这么调皮捣蛋爱惹祸的性格 也就是从那架钢琴 开始徐玉腾找到了自己对音乐的兴趣 也就是说舅舅的这架钢琴可以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人们都逐渐发现 徐玉腾身上就是有一种艺术天分 有的歌听一变 他就能整首完整的给你哼出来之后 大了之后就开始学着去改编一些曲目 也是颇有成效之下 就给了徐玉腾很大的信心 他更加坚信自己一定要进入乐坛 也一定要在乐坛给自己打下一席之位 他也很争气 如愿考上了南京的艺术学院 学的也是自己喜欢的声乐 他迫切的希望 自己能赶快写出很多的好歌 徐玉腾在校期间在业余的时候 会自己找点锻炼的机会 比如说做主持人 也可以练练自己的胆量和口才 在也就造就了 他在毕业之后成了一名主持人 因为他还是比较有基础的刚开始 他的老板也很欣赏他 最后在他的一再坚持下 才转型做了一个专业的音乐制作人 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十分欣赏 他的才华 大家也都为他抱有很大的信心 当时做音乐制作人的 还是他就与很多知名歌手 合作过其中就有人嫌弃 大家都知道 人嫌弃的曲风 一直都是比较潇洒不羁的 徐玉腾也是将歌词写得恰到好处 虽说很多人都十分欣赏他 可是徐玉腾最遗憾的 还是自己没能办一场演唱会 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当时大家知道徐玉腾这个名字的时候 应该就是那首等一分钟 那时候 这首歌就是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 就连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彩铃都用他的 这首歌的经历 还算比较坎坷的 本来是徐玉腾写给其他歌手的 但是他们都不看好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нет 不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不吝点赞 刺须洁